好 那我们来看内容 直接看 一是身体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体伤问题 二是身体能量不能充分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所需的热能不足问题 再者 从临床而言 原始点重因治病通过按推及热源夜以实证出 所有疾病症状皆因体伤与热能不足所致 好 这是第一段 跟之前写的有没有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了 好 那我们直接来看这里的原意 因为它是变因师是很明显的 他就是要了解疾病的因 那因不外从理上谈 还有从实际上做 都可以说得通的 好 那我们知道生命能够活下来 一定要有怎么样 组织器官去运作 那组织器官背后要有什么 热能去推动 这是必难的 那会产生问题 就是在这两项出问题 当一个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就称为什么 体伤 当热能没有办法正常把组织器官 让它正常运作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称为热能不足 就只有这两个问题 从理上也是这样 你从生命的角度来探讨 它本来从理上就是这样 那这个还不打紧 我们实际上原始点通过 原始点医学通过按推与热源 大家都知道 开始原始点的发展 是从零开始的 从人体的身上 点点滴滴摸索出来 那开始摸索的时候 是靠按推 有没有 在找脊椎 比如说一条脊椎 七处原始点的时候 都是按推啊 所以它是第一个 从按推找出位置来 然后才慢慢延伸 然后第二个 它透过内外热源 这个最后 这个在之前延期 我都有讲过 就不再说 所以从临床上 原始点刚好 也是这样发展下来 所以原始点医学 通过按推与热源 那按推是解决什么 体伤 踏处体伤的问题 那热源是解决怎么样 热能不足 也就是患处体伤的问题 因为所有疾病 如果从体伤的角度 不外就是踏处体伤 跟患处体伤 那患处体伤一定要靠什么 靠热源 而不是靠按推 所以它这个就形成 原始点的很重要的疗法 那这个疗法 刚好也印证了 中医的三大疗法 一针 二灸 三用药 如果这样说来 中医的灸跟药 就是热源的概念而已 只是中医把它怎么样 复杂了 复杂了 它通过辨证论治 然后分出什么阴阳虚实 表里寒热 反正搞得很复杂 你们也不用在那里绕了 那那里我以前绕了 一二十年 真的是没什么长进 就在那里绕 然后也绕不出来 那事实上很简单 揪跟药就是热源的概念而已 那再来针 就是一个找大开关 来解决的问题 的一个概念而已 那原始点刚好 就是透过按推跟热源 之后再发展怎么样 其他的保健方法 然后再把它完整 那形成原始点的 整个治疗的体系 好 那当然后面的重病处理 也有谈到其他的保健方法 那在中医里面 也有谈到隐私啊什么 那其实都是 不外就是热源的概念 还有运动的概念 还有要充分休息啦 要规律啦 种种 然后心情要愉悦 不外就是这些 那我们在变因私事 比较着重的是在怎么样 通过按推与热源 因为怎么样 要特别凸显出这两个呢 因为你是 你患者来找你 你一定要帮他 能立刻帮他的 不是叫他 你马上动给我看 你马上快乐 看到我就要快乐 他也不可能因你而快乐 然后你跟他讲一大堆道理 他也听不进去 所以当患者身体有病 来找你的时候 真正操织在你自己的 你能立刻帮他做的 不外就是两个 一个按推 一个就是怎样 热源的概念 所以这里就把变因私事凸显出 透过这两个实证 在临床上实证 也确定做出来了 然后确定 所有疾病 这样都能够做得出来 那不外就是 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所有疾病 皆因体伤热能不足 不是我自己发明 而是在做出众多的案例 然后慢慢点点滴滴归纳 不外就是这样 按推嘛 然后再配合内外热源 患者如果你应用得当 一般都能改善 但是应用不当 也未必能改善 就像我上次跟你们讲 我的鼻子 我涂了半年也没效 但是最后是怎么有效 按推 真的按推 那以此来看 很多乳癌的患者也是啊 你一直敷 然后一直撒姜粉 但是它那个硬块 你不去推它 有时候是没有效 我从我这个 我就看得出来 所以也许点都是做出来 然后按推 这时候我就发现 它按推还包括有什么 按推他处 还有患处 这也是哦 为什么手车 一直改不完的原因 我的手法篇哦 最近就是改 为什么 以前我们的手法 都是为了医疗的目的 解决他处挺香嘛 但是现在还要加一个什么 按推什么 患处啊 患处是医疗的目的 还是保健的目的 保健的目的啊 是不一样的 医疗就是你按推 就能解决疾病啊 那你如果跨 不用热源 像患处体伤 你用手 只有一只按推 好得了吗 好不了的 还是重点在热源 那按推的意思就是 帮助热源吸收 按推患处嘛 所以那个按推 也有这样的功用 那之前比较少谈 但是我发现 这里确实是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到了原始点 再来谈 通过按推与热源的时候 我其实我内心的感受 已经跟以前的 想法是怎么样 有一点不大一样 味道已经变了 因为我现在的按推 已经包括两个 一个是他处体伤 一个是怎么样 患处体伤 一个是医疗 一个是保健 原来按推可以有这两个途径 当然我这里不详细介绍 但是你看喔 在应用上热人的概念 就是保健嘛 按推如果解决差处 底下是医疗嘛 所以原始点一开始 就已经怎么样 就是两者并用 一路上就是这样 只是我们在做的时候 那个理喔 有时候谈比较深入 大家也不去 touch这一块 但是事实上 它已经在无形中应用 所以透过医疗与保健 等于你所有疾病 都是在这样 就能解决 这个毫无疑问 好 那也就是原始点 它是从理上 也可以说 从生命的角度来探讨 所有疾病也是因为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那从实际临床 通过按推以热源 我们也证实了 所有疾病也是因为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已经毫无疑问 所以我这里是特别在强调 不只从理上谈 因为原始点是怎么样 跟所有医疗最大的不一样 它是什么 做出来的 它是一定先做出来 才谈理 不是你先发明一个理 然后再来讲的天花乱坠 就像我的鼻子按推换柱 如果我自己没有这样 我当然也知道要按推换柱 但那种感受就没有很强烈 现在是不一样 我知道 那个非常重要 而且几乎到了重病的时候 你少了这个动作 很可能就会失败高中 我会常常看到 不只我的鼻子会失败高中 如果没有大力按推啊 你看很多水肿的 你们这样涂一涂 就叫它回去 有效吗 可能都失败了 然后在按推的过程中 它会流血啊 它会红肿啊 肿胀啊 这些一般人看了都害怕 尤其乳癌 我早期看到很多 在推的时候 一看到推一推 它就流血的时候 就松手了 现在你们还会松手吗 啊 你们 你们现在心态是怎么样 还是依然勇往直前 是这样的几手我看一下 不管它流不流血 我照推我的 好 不受影响的只有这几个 那会受影响的举手我看一下 如果流血了我就算了 等它血止了我再推 不受影响的我再调查一下 不受影响 过程中 那还是太少 你们这样真的还没有听进我的话啦 过程中 一定会肿脏 红肿 还有甚至患者感觉痛 然后甚至流血 甚至血是大量的流 我就举我的鼻子 流了五天耶 每次一推就一直流下来 我那个鼻尖啊 最后要好是这样 那我也知道 好像如果深层的 你真的推患处的时候 它有时候在开始改变的时候 它脸会有变化 颜色先变化 它开始红 局部的 你只要越大力 它就局部 不是你把它揉到 让它发黄 不是 它里面感觉会有热 然后就开始修复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原来患处体伤 它要靠人体来修复 它有一个过程 而这个过程怎么样 它会出现 红肿 脏痛 甚至出血 所以 如果你们真听懂 我上一堂的课 你们应该现在是怎么样 遇到这样的患者是怎么样 如如如不动 然后还要跟患者讲 继续推 真的 要这样 要不然你自己一怕了 患者也怕了 他看到你这样 六神无阻了 他自己怎样 也不敢再按 事实上就错过一段阴言了 那我们之前 我相信有这样的患者 但因为他不敢再继续了 我们也不坚持了 所以大家都好事 就是大家都好好的说好 然后就自己擅长了 然后最后有没有好 没有好 不可能好 好 所以按推与热言 是真的是一个非常 我们在施作的一个怎么样 很重大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变因 变因来施制 不过就是透过按推跟热源 就是这两项 所以在这里就先提出来 变因施制 也把那个变因理说清楚 然后怎么治疗 也告诉各位 好 我们再看下面 体伤分为 他处体伤与患处体伤 可直接导致症状 热能不足 则可通过影响体伤 间接导致症状 有症状 必有体伤 身体为修复体伤 必会消耗更多热能 而使热能不足 体力虚弱 反之 热能不足 体力虚弱 也会使体伤恶化 而加重症状 陷入恶性循环 由此可知 体伤与热能不足 彼此相互影响 共同左右者病情的变化 所以治疗疾病必须通过 按推及热源 同时解除体伤 及改善热能不足 好 我们先如果不从文字去理解 这一段 我们从实作 应该也很容易理解 为什么 如果体伤 分为他处体伤 跟患处体伤 那他处体伤 应该是怎么做 按推什么 原始痛点 要不要温敷 要 那一个按推 温敷是热源 那是不是他处体伤 要用按推 也要用热源 是不是这样 好 那患处体伤 要不要温敷 要不要按推 要 那所以是不是也按推 跟热源同时再进行 所以这按推与热源 不管你发生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 它实际上都是怎么样 可以应用的 了解吗 那变因就是要着重在 到底它是他处体伤 还是患处体伤 因为应用的方法不一样 你如果没有变出来 你可能按推 该按推患处的 你不按推患处 你却按推原始痛点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这个就是变因的重要 那变完因之后 其实它最主要的手段 还是逃不过 我们一开始谈的 按推跟热源 就是这两页 所以这样来看 你在从实作是这样 那从理向去理解 也是这样 因为怎么样 事实上体伤跟热能不足 互为影响 你不可能一刀切割嘛 所以为什么他处体伤 你也要按推 也要热源 对吧 那患处体伤 虽然身体可以修复 但还是要按推啊 配合啊 这么说来 他们彼此之间 你从实作上 也可以从理向来理解它 原来他们两者是 很难切割的 很难有一定的界线 因为彼此互为影响 所以不管他处体伤也好 患处体伤也好 你最后的处理 一定要透过 按推跟热源 这样你就圆满了 你也圆满 事也圆满 但是在这里 同时解除体伤 及改善热能不足 到底这个热能 我们要怎么规范 我认为是一个大问题 好 接下来下一段 当然第一个 诊疗方法会谈 我先卖个关子 先谈到这里 以前都说 那如果像中医 那就一阵热就三用药 每个来都这样用 对不对 是这样吗 因为既然 他处体伤也好 患处体伤也好 都要透过按推与热源 那热源又有分内外 外内热源 那这样所以每个来 你不要管他他处 或患处体伤 每个来 反正我都按推 然后内外热源 叫他喝姜汤温敷 我就对了 是不是这样 我先留个这一个伏笔 以前我没有想到那么深入 但是越做越体物越深 我觉得这个 这个还是有一些 值得提的 所以在这里 我就把这个概念 他们要同时解除 体伤跟热能不足 但你的按推跟热源 怎么使用 这个就是下面变完音之后 一定要再提的 好 那我先不提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原始点医学是 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由于症状可感可见 所以变因失智 只需通过观察症状 按推原始痛点 就可从果推因 以研判病情 治疗疾病 好 原始点医学很简单 它是从因治病 什么因 因就是前面讲的 直接承接上面 就是因是什么 体伤跟热能不足 从因治病 那以什么作为诊疗对象 症状就只有症状 这个在论果里面 上次我在跟大家上课的时候 都有讲 中医或原始点 它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因为诊断也是要从症状 因为症状可以怎么样 从果推因 然后你真正要解决的目标是谁 也是症状 所以中医几千年来 解决疾病就是具体的 就是要解决症状 所以这里我只是把 论果这里拿过来而已 原始点 医学是从因治病 以症状作为诊疗对象 那这样我说了嘛 就症状可感可见 患者能不能感受出来 症的不适感 功能混乱 体力虚弱 患者能不能感受 绝对可以 那状呢 眼睛一看就知道 因为不是伤口 就是皮肤病 所以当然可感可见 所以因为可感可见 我们就可以从果推因 看症状来判断 它的体伤位置 还有判断它的 热能不足的问题 那还有体伤的严不严重 都可以从这里 看出蛛丝马鸡来 所以这里没有什么问题 这里只是一开头这样 让大家 陈述给大家听 好 那这样可以从果推因 不只从果推因 因为按推原始痛点 它本身 有没有治疗的作用 也有啊 可以解决体伤啊 那按了没有效 就知道要热源了 那我们说的 即便按了有没有效 都要热源 也不是说有没有效 才一定要热源 有效还是要热源 这是一个概念 所以本来这样处理 就是在治病 好 那我们把 再来进一步看 便因失智 它的诊疗方法 分为哪三种 便因失智的诊疗方法有三 一 便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二 便病症轻重好坏的诊疗方法 三 便治病所需时间 及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 顾名思义 前两项偏重于便因 后一项偏重于失智 好 这里应该有没有改了 也是改了 尤其第三项 重新写 因为以前变体伤修复时间 体伤是一个抽象概念 没有一个人读得懂的 然后还有治疗范畴 治疗什么范畴 大家也看不出来 所以我认为 一个医学的书难就难在 你怎么用最简单的词汇 让所有人一看就知道 我们要谈什么主题 那所以这里我发了 一直在想 这里不要说我自己都看不懂 写给人家看 别人也会不懂 那这个我写书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到底我要表达什么 我说为了这一段 我整整差不多想了差不多一个礼拜 所以我认为最恰当的语词 就是这里 就是变治病所需时间 是否有效的诊疗方法 后面会谈到我们再来谈 现在不谈这个 好 那三者里面 有没有不一样 有 你从名称来看就知道 第一项跟第二项都是在变怎么样 体伤位置 还有一个病情轻重好坏 但第三项变什么 治病哦 直接就提了 它是直接治病哦 治病需要多少时间 然后这样治病会不会好 治病需要多少时间 算不算诊断 预测患者多久会好 算不算诊断 算 绝对算 然后是不是有效算不算诊断 当然也算 但是它着重在怎么样 实质 治病嘛 但前两项偏重于什么 变因 哦 这里所以 三大诊疗方法 从顾名思义 一看就知道 这三个里面 各有那个 如果在细分 当然第一项跟第二项 第一项还是偏重于怎么样 治病 第二项偏重于怎么样 研判病情 但一二项跟第三项比较起来 前两项又比较偏重于怎么样 研判病情 那第三项比较偏重于怎么样 治疗 而且怎么治疗 后面 我们在第三项的时候 会再重新表述 让大家看 我的意图是什么 那先还没有谈到这里 先不说 所以这里顾名思义 一看就知道 前两项偏重于怎么样 研判病情 就是变因 后一项是偏重于什么 治疗疾病 就是失智 所以 这个我们的标题 就变因失智嘛 事实上 三大里面 都含有怎么样 研判病情 治疗疾病 也就是都有变因跟失智 只是偏重不一样而已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一 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变病症体伤位置的诊疗方法 首先需观察 有无体力虚弱病症 其次 按推病症相对应之原始痛点后 是病症有无改善 以变明病症之体伤位置 决定按推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从而达到疗愈疾病的目的 好 这个 之前如果大家有在看书 这里应该不难 所以我不解释 后面也会详细再讲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就医疗而言 无论是经络穴位 阿氏穴 乃至原始点的研发 都是为了改善组织器官运作 解除他处体伤 所致之病症 就保健而言 无论是外内热源 按推 换处 乃至其他保健方法的研发 都是为了改善热能不足 间接解除 换处体伤 所致之症状 好 这里就开宗明义 就开始讲 就是我们第一个 如果以原始点 按推的角度 那当然它是解决他处体伤 所以属什么医疗 绝对没有问题 那如果外内热源的研发 还有其他包括按推换处 要配合按推换处 还要配合怎么样 什么其他保健方法 比如运动啊 心情啊 这一类的 休息啊 这些都是为了怎么样 这样的研发 都是为了什么 改善热能不足 然后要解决什么 换处体伤 我这里你看 我就不谋你两可 当然 热源也可以改善 他处体伤 对吧 但也可以改善患处体伤 但这里绝对不能写 他处体伤 也就是不能写体伤 两个字 把它盖刮过去 因为不一样 因为说实在 所有的热源的研发 只有一个目标 它为了解决怎么样 患处体伤的症状 就是这样 就是单刀直入 因为为什么很简单 如果是他处体伤 你按推一定有效 那按推有效 这个病一定会好嘛 你热源不用很多 甚至温敷时间也不够久 也可以好 甚至更轻微的 有时候你按推一两次就好 对吧 所以重点 如果他处体伤 重点 反而不在热源 但是如果患处体伤 重点在哪里 反而是热源 那意义是不一样 那我这里已经写了 我是怎么写的 无论是外内热源 你看 外内热源我都很重视 把它都全部写出来 还要怎么样 配合按推 按推就是要把热源怎么样 让它进去 如果不是患处体伤 哪有按推患处的 对不对 如果是他处体伤 患处要不要按推 不用啊 患处要不要温敷 不用啊 所以很简单嘛 我这一写 还能写出说 间接解除体伤 尤其是患处体伤 之前就是这样写 那这样语气 有逻辑上有没有问题 别小看我 这里间接解除 体伤尤其是患处体伤 不要小看我 只把体伤删掉 直接写患处 这里要写直接 绝对不能模拟两个 也不能写体伤 因为体伤包括他处体伤 你用了这么多 还按推患处 显然对付的这个疾病 必属什么 患处 绝非他处 我这样讲 你们听得懂吗 所以你看 这里你看医学严谨就 难就难在这里 那几个字 其实里面的含义是不大一样的 那你医学就是要很明确的判断 不能有模拟两可 所以这里以后很多地方 因为这样 思考清楚了 哇 整个书后面很多 包括什么 可以改善体伤啊 尤其是患处体伤 这种语词啊 全部改 如果用到按推患处 或内外热源的时候 就几乎只有一个答案 这是应用在什么地方 患处体伤才可能出现 所以读书后这里是怎么样 很重要 不能放过 好 那这样 读下来就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样看来 医疗是重点在解决 如果以原始点的角度 医疗的目标 是为了解决什么 踏处体伤 那保健 最主要的目标 是解决什么 患处体伤 虽然我们前面有讲 不管是他处体伤 或患处体伤 都要动用到按推与热源 对吧 但是这一段 已经更清楚的 把那个应用的方法 更怎么样 明确化 你们有没有感受到 这样的威力 层层进来 前面没有讲 就是我说的 留一个 让你们去思维的空间 但到底这里 越来就不让你们思维了 就是我直接把答案 一一说出来 但是我 为什么这么写 如果我不讲 你们光读书 读出我这样的 挣扎过的 那个痕迹吗 为什么要删掉 那里面有什么挣扎 还有什么隐情 还要想一个礼拜 然后终于把这几个字删掉 你们会想吗 不会 我写什么 你们就读什么 你们是模范生 但是这样 其实从医学的角度 这里其实是我的责任 所以我认为便衣诗词 我认为前篇里面 最最难写的 就是便衣诗词这一篇 没有其他 你们别看我其他 写的天花乱坠 那个都好写 但是读读这一篇 因为用词浅句 它要非常严谨 稍微一写就错了 那就跟原来的临床 事实上还是有出路 好 那这里没有问题 我们紧接着再看下面